王季宏 大家好 我是王季宏 这题叫这个 爸妈对你有话直说 还要咋直说呀 我们还不够直说 从小我们跟爸妈的沟通 都是鲜血淋漏的 为了买个玩具 人家不买 咱们杀泼打滚耍无赖 我小时候就跟我爸说过 我说你要不给我买 我就死去 你不给我买 我就不活着了 你不给我买 你不是我爸爸 你说我爸听完得多伤心 还得哄我 别闹了 走跟叔叔回家 你说我们经常就会说 父母根本就不了解我们 就是因为不了解你 才能对你那么好 了解了你早就揍你了 真的你想想 小时候我们想的那些想法 那是人能了解的东西吗 我们想的是什么 你想辍学 你想当武林盟主 你想全国人 每个人都给你一块钱的话 你就是有钱人 对不对 然后你想的是长大以后 能当超人 然后娶美少女战士 多幼稚 你现在仔细想想 超人美少女战士 都不是一个影视公司的 很难商业合作 我前一阵子在网上 看了一个帖子 就说很多父母 会把孩子最心爱的玩具 送给来做客的亲戚家小孩 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心理创伤 好多网友就在底下叫好 留言附和说 没错 他们不懂我们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我心想 那可不是吗 用你说吗 人不可以为了自己的面子 做一些事情吗 还有的人说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玩具 对他们来说是玩具 对我来说是全世界 对 对你来说是全世界 可是是他给你买的呀 是他把这个世界 交到你手里的 创始者有权摧毁世界 一个孩子 他在几岁大的时候 被夺走了玩具 当然可以觉得 被夺走了全世界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长到二十岁了 想起这件事 依然愤怒 依然怨恨 依然在网上的这种 破帖子下面留言叫好 那这个不能说明 这个人心里有创伤 只能说明脑子有巨大的问题 一个人二十了 但是心里 永远有一块地方 一直停留在八岁 永远年轻 永远尿炕上 真的你们仔细想想 如果做父母 是一份正式工作的话 谁愿意干这破活 谁干这破活 工作内容 是无条件地对你好 钱 报酬 不是说你给他打钱 他每个月打给你钱 任你挥霍 干到最后他都懵了 脑子迷迷糊糊的 心想我为什么 要接这么个活 还得问你 说我究竟能获得什么呀 你跟他说呢 你会获得我的恨 我恨你 为什么都这样了 你还恨我呀 你连这都不知道 我都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真的 在普通人的世界里 父母和子女永远有矛盾 但是永远也不会有 巨大的无法弥横的矛盾 因为都是普通人嘛 你父母再坏 能坏到哪儿去呢 上次我讲到这段 你父母再坏 能坏到哪儿去呢 有个女孩站起来 王建国 我爸是杀人犯 我爸爸杀人犯 我抢银行 无恶不住 我还能说什么 我就说 虽然叔叔是这么奇特的一个人 但是 那我也只能 客客气气地提一个小建议 就是我觉得叔叔这样的人 应该枪毙呀 我都说了 普通人的世界 普通人 你这个哪里普通了 对吧 绝大部分人都觉得 跟父母的观念不同 无法沟通 你可以别沟通啊 就是每一个问题 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你比如说你妈经常说 你把秋裤穿上 天天说 你就穿上呗 多大点事啊 有人说了 说穿上秋裤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 百分之九十在脸 秋裤 不管你怎么穿 它不当脸 秋裤嘛 你穿的外裤里头的东西 你这里头 你不管是穿秋裤 穿裤袜 是穿保暖裤 怎么穿你都不当脸 有的朋友说了不对 说我爸抢一行的时候 就是拿裤袜挡脸 这位朋友怎么哪都有你 叔叔刚才不是枪毙了吗 好吧 去顾我天之说一次 你天天跟父母说 这个是谣言 那个不甘心 说科学表明 正常吃核桃不补脑 吃胶原蛋白 不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科学也表明 吃这些玩意身体也没事 是吧 吃红枣不补血 对 但是他想吃 就让他吃呗 不就是枣吗 吃红枣不补血 但是只要吃的时候 把河吐了 他也不流血呀 对不对 很偶尔会有那些 很开明的父母觉得 没准孩子说的有道理 看看他微博发了什么 了解一下他的思想 一去点进去一看 满屏幕都是 转发这条锦里 来年会有好运 他们怎么相信你 只要别把保健品 当药物池 不要耽误治疗 就可以了 是吧 如果他们非得这么干 你就劝嘛 但是你也会发现 人家也不听你的 是吧 一个字都不听 你问到最后 你也懵了 你说为什么 那推销保健品的人 每一句话你都相信 但是我说的这 一个字 你都不听 这是为什么呢 父母听完更懵了 说这你也问 还能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我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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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